滴水塘瀑布 滴水塘瀑布位于贵州省安顺势冠林县境内 在环口树瀑布已溪6公里 开车20分钟左右就能到达 由于现在不是雨季 所以瀑布的水流不是很大 如果是雨季的话 这个瀑布太壮观了 在两条对峙的险峻山峰 关河岭和大坡顶之间 是一个深达700米的峡谷 这里山高谷深 谷底是瓦岩飘带般的大连河 而滴水塘瀑布就隐藏在这里的险峻峡谷 滴水塘瀑布总高410米 由三个大瀑布和几十个中小瀑布构策 上为连天瀑布 中为冲坑瀑布 下为高滩瀑布 即高、大、多、美、奇等特点 于一山 为环果树瀑布的六倍 无论总高度或者单个高度 都是环果树瀑布群之首 除非徒步穿越整个瀑布峡谷 否则我们能看到的 只能是瀑布的最下层 130米高部分 由于不是雨季 雪量过小的原因 瀑布并没有想象中的高大雄伟 但仍然掩饰不住它的美 圆看如银河落入人间 又宛如屡屡玉带一般 镶嵌在碧绿山水街 这一块的霸林河峡谷有700米分 下面是峡谷 在地水潭瀑布的左手边 是跨渡国内第一 世界第六的贵州霸林河大桥 这个就是霸林河大桥了 由于下路看不清楚 这个峡谷太盛了 霸林河大桥为主跨1088米的 单跨钢帆加进两岸雪河桥 桥梁全长1564米 桥面之巴林河水面高370米 长达一公里的主跨 竟然无一根桥墩 也算是桥梁史上的奇迹了 在这里曾举办世界低空跳伞比赛 更被吉尼斯世界记录认证为 世界最高的山叶崩击设施 如果您不想进入人头传动的大景区扎队 又或想找个景美清静之地去走走 维州安顺巴林河峡值得您去一趟 这里不仅有黄果树这样的顶级景点 更有低水潭瀑布这样的亲近之处 任您挥舞着手里的红丝巾 找到最合适的角度去拍摄最美的照片 旁边的巴林河大桥 更能让您领略现代工程的行为 并感受到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父亲 大家好,我是大卫 本频道记录的是一对中年夫妇送完孩子上大学 并发下一切去自家旅行的故事 如果您也有和我们一样的梦想 请关注我,随着我们的镜头 一起去感受我们的旅行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